今天我蒸了一些烏米饭 准备做一些我们福建非常有名的柴火灶八宝一女黑米饭去煮汤 再来准备一个八福定的冰蓝芋 来点白糖葱油给它拌起来 白糖面卤再来点葱油 叫成芋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五米饭了 先来一勺五米饭 再来一勺芋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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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会叫八宝芋泥五米饭要不要 这很好吃吗 好吃哦 我们福建民想吃 可以我放下来 八宝芋泥五米饭 甜的吗 甜的 直接就可以吃了 好的 这个来一个 又香又甜 是啊 来一个吗 刚刚做的 但是建议拿回去再加入一下 可以啊 好 五米饭有需要的吗 就是通过短视频的这种方式 来就是宣传我们家乡美食 也是一件特别正能量的事情